大家好 又到我們反轉課堂 輔助儲儲設備的第二講 今天我們的課堂重點就是認識三樣東西 而這三樣東西都是我們的儲儲儲儲儲設備的類別 分別有軟池碟、池帶、硬碟 軟池碟理論上你已經不再見到它了 沒有人用的了 現在池帶正常一般人都不用 暫時都會有存在價值 最後硬碟大家熟了 提提大家記著抄你們的筆記 即使現在不是上課 是用反轉課堂 不過我都建議大家抄筆記 軟池碟 軟池碟就是這樣 坦白說我都沒見過這一隻 我自己用過這一隻 還有這一款 這些全部都叫軟池碟 舊兩代這些其實真的是軟的 揮它其實是發發一下 但是這個就變成硬膠 可能不打算保護 變成那個池帶 那些東西 所以就有這樣的設計 這東西就已經失敗了 原因是什麼呢 用量細 它們最高的容量就是這一款 都是1.44Mb 1.44Mb現在其實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你一張照片可能是10Mb 如果我真的能夠把照片的 大約用10隻這些碟去儲存一張照片 不要說這隻 這個好像沒有1Mb 1.2Mb 這個好像是 不知道1Mb都不夠得 500多K還是什麼 所以那個情況 第一個問題是容量不夠 第二件事 傳取速度慢 如果你要用這隻碟裏面的東西 都相對地慢 那當然 好幸好它用一個叫直接傳取的方法 而直接傳取的方法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經常都用檸檬茶為例子 我要檸檬茶 可能我檸檬茶放在 第2個房間的 那 或是第2間房間 第2間房間的 我們就直接去第2間房間拿個檸檬茶過來 那我想要的東西直接去拿 這個就叫做直接傳取 那其實一會我們會講另一款 不是直接傳取的方法有個名字給他 好了那我見到遠池碟 又容量不夠高 又不慢 那所以慢慢呢 就fail out了 那你想一下 我們現在的電腦那麼slape 基本上 怎麼放到這隻碟呢 我這隻碟要放得到這隻碟 其實我的電腦要起碼有這樣的高度或者闊度 那不是我們現在想要那個 那個mobility 就是流動性要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就這個 拜拜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講 池帶 池帶呢 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是一件 叫什麼 古董來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那些人呢是用着池帶來做一些備份的 那當然了 好坦白說 現在都是 那 在我的年代呢 大概 當時可能是 硬碟都是 幾GB 這樣 他就已經去到72GB的了 現在我找到一些照片呢 是15個TB 甚至乎我上網看的時候呢 是在說是200多個PB PB是什麼呢 1024個TB就等於PB 那你想一下 天文數字來的 現在我們那些硬碟都是在說 4-8個TB而已 但他已經去到可以是說 不是 是PB 所以這個容量是大的 池帶的容量是大的 用來做備份就最好了 那為什麼用備份最好呢 原因就是 他那個讀取速度很慢 慢過軟池碟機 是慢過很多軟池碟機 我記得那時候呢 大約我們學校有一個 30多GB的 那個TAP 就是那些池帶 那我們呢 有一天呢 就不知道同事 不小心刪除了個File 那我們就 每天有Backup的 我們就找個池帶 在那個池帶找回資料出來 我要讀取呢 我們是讀取了兩天 兩天 才可以找到那個DATA出來 實在太慢了 所以這個是那個問題 雖然他的容量很大 大過Halfdisk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他的傳取速度實在太慢了 慢到那個點是令人覺得憤怒 但是當然 為什麼那個傳取速度會慢呢 歸根究底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一個 順序傳取 剛才我說了 我就直接 有個叫直接傳取 直接傳取就直接去拿了 什麼叫順序傳取呢 正如剛才我講的一件事 假設現在 我是 我想問 飲品檸檬茶 我包檸檬茶在 第 第3間房 如果我要拿的話呢 直接傳取就直接去那間房拿 Sorry 順序傳取 首先要開第1間房門 進去 出來 第2間房門進去 出來 回來如此類的 那又或者 譬如說我要拿第10個data 我首先要先 read 了第1至第9個data 即使我擺明都知道不要的了 但是我都要先 read 了它 所以這個是一個 令到整件事很慢 那個取出度是超級慢的 慢到基本上是不接受的 但是問題 為什麼我們仍然沒淘汰它呢 原因就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backup 我們通常 例如公司來講 晚上backup 可能凌晨沒有人用的backup 當時就慢慢backup 沒有所謂 你讀取 你傳取速度慢就慢 沒有所謂 沒有人用的 反正都 而它的情況就是 便宜啊 大佬 15TB 又很便宜 容量又大 我用來backup 有事才拿的 不是經常拿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用來做backup之融合 這個就是我們的詞帶 希望大家都有個concept 容量很大很大很大 最大是它的 然後用順序傳取 用來備份 通常用來備份的 但是很慢很慢很慢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順序傳取 好了 思考了 最後去到我們的主角 硬碟 硬碟我們平時說的hard disk 第一樣東西就是 它用的 是直接傳取方法 跟軟磁碟是一樣 用直接傳取 所以都會相對地快 在這三個磁性的 輔助傳取TB來講 最快 讀取速度最快是hard disk 好了 它現在的容量大概可以去到TB 當然 比軟磁碟拋你幾條街 但是相對磁碟來講 它都還有一段距離 好了 那究竟這個 原理是什麼呢 其實hard disk 這裡就是個放大圖 你會見到hard disk 裡面有很多很多 這些 我們的盤 去到 用的 我們叫做圓盤 圓盤 其實每個圓盤 底面 都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磁碑 磁碑 或者我們 通常 當然磁碑裡面 我們還有一個 叫做 讀寫頭的 讀寫頭的 這裡也就是讀寫磁頭 有不同的譯音 Anyway就是 我這一條 負責讀 這一個 圓形的 底那怎麼辦 底就用這一條去讀 這一條 只讀取這一個 下面這條就讀取這一個 那所以如果我有 10個 或者是200個 這些 圓盤 那我就理論上 就應該有400個 這些的 磁碑 原因是 我有底面之分 底面之分 那當然了 哪有去到200個那麼誇張 那麼 去到這裡了 然後呢 你會見到 那我怎麼讀資料 其實呢 你如果有 如果你不是在家用SSD的話呢 用普通hard disk的話呢 你聽到讀資料 尤其是讀一些多資料 會很吵的 有聲音的 為什麼呢 就原來因為呢 這裡呢 就會去到做一個情況 就是不斷不斷不斷在這裡 轉轉轉轉轉 去轉的 轉到譬如說 我的資料在這個位置 它就會轉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這裡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會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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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適合位置來做 那整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講講那個 我們叫做 運作 那一般來說呢 我猜大部分 以前大概是六至八面左右 現在可能多一點 那個面數 那面數越多 就是等於你的容量越大 因為這些就是我們的容量 遲到 線區 這些就是我們的容量 所以你看到越多的碟 或者這些的 持區越小 我們的容量就可以越多 不過提一提大家 有一件事 就是持區 線區 線區其實就是在說這一格 好了留意 一個線區 正常 是多於1K 多於1B 大家B的一個字節 所以如果我要save data的時候 往往為什麼會發覺 明明我有1G 為什麼我儲存不到1G 原因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檔案 我霸了2.5個 那0.5個線區 不會再和save用的了 你就自己 浪費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HardDisk 不夠 為什麼用不浪費 或者會有些 淨的地方 另外 我們因為 一個檔案 會放在不同的詞區 所以呢 這些Cardis 譬如說 我的檔案 這裡有一個 我用 畫畫 給大家 可能好一點 因為這個都是一個 書裡面沒有講清楚的 我這裡講清楚 好了 譬如這個就是 我們那個原本 這裡 然後 有很多坑位 那這裡就是 我們的線區 當然 我隨便畫 好了 大家幻想一下 一件事 我的檔案 在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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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有些去到武雷弓那麼遠 嘩 去到不知道 這裡 當我要讀取這個數據的時候 即是說 我的Cardis 首先要轉來這裡 轉來這裡 轉來這裡 然後轉來這裡 手臂還要伸 還要伸開一點 所以相對地的速度慢 大家幻想一下 你幻想一下 如果我的Data 是很順序地 全部儲存在磁區 我讀取速度就快 因為我不需要再去到 轉幾次 或者轉都要轉 起碼我的手臂不用動 所以呢 如果我們用舊式的硬碟 不是用SSD 我們需要定期 去到 做一些磁碟重組 什麼為止磁碟重組呢 盡量把 檔案之間的東西 擺在一起 擺不到十成也好 起碼擺少少 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方法 如果你發覺你家是用舊式硬碟 為什麼行下部機很慢的 你們就可以試試做磁碟重組 OK 好了 到思考時間 去到這裏我們今天的課堂就差不多了 大家又看看 我們就有一個練習2 練習2就說 請你按傳取資料的速度 遞減排序 以下三款的設備 三款 另外在容量上面 按最大容量遞減排序 又是排排這三款 OK 好 都是了 6月28號 即是說這個星期日要交了 OK 好 那本堂又到這裏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